我在溫哥華的時候 看見有一個人是紫蓮花童子 他叫 奢妙之 奢妙之 奢 就是一日中間沒有穿透的奢妙 是唯妙的妙 之 是樹枝的之 奢妙之 師姐 他喜歡穿紫色的衣服 有一天 他到了西雅圖雷藏室 我對著奢妙之講 請穿紫色的 蓮花童子 站起來 奢妙之那天是穿紫色的 他正要站起來的時候 有一個人先站起來 這個人是穿藍色的 不是紫色 是藍色的 那 社廟之一看 人家已經先站起來 他就不敢站起來 這個就是一個延期 在場的人 在場的人 有這個 這個名儀法師 名儀法師 在場 他都看到 看到這個狀況 有幾個 有幾個老弟子都看到 名儀法師還在西雅圖 很多的 很多的人 可以見證到 站起來的 那 社廟之不敢站起來 因為人家先站起來 他怎麼好意思再站起來 那 這個就是 這個 剛剛 皮亞西師姐講的 第一篇 《紫蓮花傳奇》 但是 師尊這個人 是隨順 既然你承擔了 很好 你就做給我看 但是 我不是沒有發覺 早就發覺 但是呢 我是因 不捨一個眾生 隨順 是 讚揚你 希望你有一天 能夠改邪歸正 最多的 我們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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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